車子開進停車場 民眾想找親子車位 卻看不到任何導引標示 繞了一大圈終於看到了 但四個隔位都被停滿 緊接了再到另一處停車場 這處停車場動線較清楚 但規劃的隔位同樣也被車輛停滿 仔細觀察車上未放任何證件 實在難以分辨車主是不是孕婦 或是家中有六歲以下的兒童 親子各位可能被一般車輛占用 有需求車主恐怕是看得到停不到 原來台北市交通局配合交通部 發布辦法要求停車長 必須保留百分之二的停車位 作為孕婦或育有六歲以下 兒童的車主停車 但未滿二十五個的停車長 則不在此線 另外一名停車場必須在十二月十六號前設置 若未完成可依兒哨法最高開罰五萬元 而民眾現在要停放也要申請識別證 孕婦那您已經有孕婦手冊 那還有就是說 兒童手冊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可以來做認領 不過識別證開放申請一天 不少停在親子車隔的車輛 仍然沒有放證 交通局強調現在仍在宣導期 不過從明年六月二十九號起 佔用親子隔位違反停車長法 最高會被罰一千兩百元 提醒民眾千萬別以身事法 借林勇 月邦 台北報導 本來當然